陈文玉木之长者必顾其根本 玉流之源者必俊其全源 这是魏征在建太宗的十四树当中 所开宗明义提到的两句话 希望树木长得高大 从根本做起 希望渊远流长从源头做起 古事当中何尝不是如此 有魏征才有不是海带 有魏征才有唐太宗 有唐太宗也才有魏征 这两者绝对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今天你没有这个龙人的雅量 可能魏征早就被干掉了 今天你没有这样贤民的臣子 可能唐朝早就灭亡了 欣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以兴隆也 欣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退也 我相信各位在出师表当中也有念过相同的词句 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股票讲得再准 各位你不相信 那也没用 没有人在看 那也没用 今天一堆人在看 结果我股票光了里里落落 那也没用嘛 所以我说 其实各位的成功跟我都是绑在一起的 有各位的成功才有现在的我 才有现在节目能够开到全国最多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所以开头跟各位讲了这么多 为了就是让各位了解到 有时候可能我讲话听起来比较臭屁一点点 但是只是为了说让各位能够真的了解到其中 我们到底掌握了哪一些的资讯 今天是7月11号礼拜五 大盘在今天创下新高的同时 大幅的回荡 光看加权指数可能各位没什么感觉 但是你看到上跪的指数的话 今天大跌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所以很多的股票砍到了跌停板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啊 目前的高档有没有转弱的迹象 当然有啊 现在是不是关键的时刻 当然是啊 因为涨了1361点之后 你会了解到有买有卖 周末会非常的愉快 同样的这也都是我们在 今天大盘上位下跌之前啊 11点19分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带领全国会员的动作 因为怎么做 我就怎么跟各位报告 世界足球先生连续四届 四届啦 连续四届得到四届足球先生的 Leon Messi只有169公分 但是他懂得发挥他的长处 在股市当中如果各位 你也能够发挥你的长处的话 当然我认为 你也是可以非常有成就的地方 不断提醒大家的 在营收尚未公布之前 什么样的股票各位一定要避开 华硕也好 加泽也好 今天加泽再度的破底 2312的金宝也好 这都是全市场之前最热门的股票啊 如果要在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告诉你它有多好的话 你也不用看我电视了 你也不用收听我的广播了 你更不用参加我的会员了 因为讲事后话的话 对各位来讲无疑是伤口上面撒盐巴而已 我认为还不到 我认为连马后炮都比不上 我认为那就是在别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巴 为什么 你高档不叫人家卖 结果跌下来了 拼命讲这些股票 那有什么用 各位2312的金宝 这是过去三天来的第二根跌行板了 可以看到的是在过去这一个半月以来 买进金宝的投资好朋友 在今天你都是套牢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这样的现象发生 当然可以啊 前提是你有没有掌握第一手的资讯 我特地举一档例子本来没有打算要讲这个的 我今天盘中听到有人在推荐TPK 推荐的理由是因为跌了几天了 又到了关键的转折时刻了 所以TPK可以买进 原来买进的理由只要这样啊 那我干嘛做这么辛苦 我干嘛请那么多的研究团队 原来买进的理由是因为跌了几天 转折到了 所以买TPK 是因为几天几天的均线碰到了 所以马上要往上了 所以买TPK 我觉得 我不讲这种方式的好坏 我可以跟各位讲的是 如果你懂大陆的8.5代厂的产能 到底有多恐怖的时候 而且那些的产能全部都会在5个月就要全部开出来了 到时候台湾的面板厂 我讲的是台湾的面板厂 会有多大的冲击 各位你等着看 TPK以前能涨到900块是因为它的touch 每一块比别人贵40个百分点 人家卖100块他卖140块 因为它的良率它的growth够高 TPK会从900跌到180 跌到180我还替他讲好话 我说孙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TPK产品的多样化 以及它价格的调整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TPK现在在300块附近 我可以跟各位讲 等大陆的产能开出来以后 那都是噩梦一场 对台湾的厂商而言 所以我说各位你看到不同的新闻 怎么样去看懂新闻背后的意涵 那才是我在每天节目当中 希望教导给各位的 当郭董说台通是最后一里路 台阳是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你就跟着去买股票吗 到今天20个百分点不见了 当郭董说面板厂 最坏的冬天已经过去了 各位你听得懂 他指的是台湾的面板厂 还是大陆的面板厂吗 你搞不懂 你甚至连郭董为人 甚至连他的行事风格 你都不了解的话 那你凭什么去 在他讲的话当中 能够找到属于对各位有利的资讯 关于郭董的报告我讲很多了啦 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聊聊 就像基亚一样 你连PI88 你连临床三期都分不清楚 各位你怎么样 从五十几块 赚到四百四十七块的基亚 你怎么能够在六月十号 基亚涨停板的时候 涨停所死的当天 我公开全市场讲 我知道很多人讲基亚 我卖掉了 你看到这个电视 你随便卖基亚 你绝对都大赚 再回来一次 当基亚一路下跌 你会发觉全市场没有人有基亚 当基亚涨停 你会发觉全市场的基亚又跑出来了 PI88 PI88达到所谓的要求 但是月底要亮出底牌 我特地跟各位报告的是什么 72个百分点指的又是什么 我再为各位加上去 不然每次用节目讲 可能各位印象不是那么样的深刻 我说现在PI88已经到了临床三期的事业 这个全市场没有人在跟你讲的 过的几率72个百分点 过的话会不会涨停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过的话肯定跌停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从五十几块 涨到四百多块了 各位你还想要怎么样 基亚会涨到一千 会涨到两千 会干掉大力光吗 没有几天 今天基亚再度创新第一 比四百零三 所以你不会去追在高点 所以你会在大家人人喊好的时候 把基亚获利出清 请全国会员做见证 我卖在这里嘛 六月十号 各位我再跟你报告一个观点好了 同样是四百五十块啦 我们卖四百四十七嘛 同样是这个价格喔 你希望我在这边告诉你 跟你预告我卖掉基亚了 然后你可以卖在这边呢 还是同样的价格四百五十块 哇我看四百五十块跌破了 然后我告诉你可以卖了 结果你砍在这边 老师那我当然要第一种啊 我当然要创新高的时候 你来告诉我啊 这不就是这个节目价值所在吗 很多人会告诉你 没关系就爆啊爆啊爆啊 关键支撑没有跌破你就爆嘛 如果跌破的时候呢 可能你又赔钱了 不说了 古世中有三大毒 去除掉之后 各位你会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 佛家三大毒 贪撑吃啊 看不懂 所以你会在不该贪的地方贪 你会在该贪的时候不贪 不是这样吗 两百六十几块的时候 智薇我好贪喔 你一点都不贪 智薇涨到了六百多 我一点都不贪 你好贪喔 基亚五十几块的时候 你觉得好高喔 你不敢贪 我觉得好便宜喔 我拼命贪 基亚涨到了四百五了 你觉得基亚好便宜喔 要涨到一千块 反而我一点都不贪 我告诉你我获利出金 看不看得懂会差很多啦 撑吃啊 你就不喝不掉 回不过了 801台通 这也正是当初我们把基亚 在六月十号四百四十七块 获利出金之后 我告诉各位 我希望在营收尚未公布之前 关键的时刻 带领各位做关键的事情 全市场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扎扎实实的获利 来自于事前的买进 全国所有会员 标股狂压 获利出清 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涨上去 涨上去了 你看喔 三个礼拜的时间 它涨了多少 多涨了一块钱 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时候很多人看到 台通涨破了整理平台 受不了了 为什么我在七月二号 特地讲到8011的台通 因为当天非常多的投资节目 请来所谓的专家 竟然讲到一个 我认为非常惊讶的情况 他说8011比价波洛威 我说你要抄我的东西 也至少打个电话给我嘛 又不是不认识 你至少打个电话给我嘛 不要全部都抄我的东西嘛 你要抄也在台通 五十块的时候抄嘛 不要等到涨到历史新高 你再来抄嘛 不要去害人啦 我觉得 我当天听到这个时候 我各位 当初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也涨非常凶 我没有必要花我的时间 浪费我的时间 在电视上跟你讲这个 搞不好还得罪你 你手上有台通的 我还得罪你 但是我说做节目 就是一份社会责任而已 当我听到 当我看到 竟然有人告诉你 台通比价波洛威的时候 我也不想讲别的 我就送你四个字 千万别买 千万别买 隔天郭董跳出来讲话 台通台阳叫做最后一里路 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 去买了台通 去买了台阳 波洛威健汉 到今天惨赔 那是后话 当下的时候 看到这个新闻出来 我也好担心喔 我好担心 会不会好多投资朋友 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搞不懂郭董真正的意涵 跟各位表达的是什么的时候 看新闻去做股票 然后去买台通 所以我当天我还讲 恭喜大家 随便卖随便赚 我也为啊 如果你看我的节目 7月3号均价是67块多 我算你卖在67块 你少赚这3% 我说很抱歉 老师为了你少赚的 这三个百分点跟你 给你卖心类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但是我真的很替你担心 所以我加码 送您三千万 千万别追 千万别买 请您千万要幸福 你懂的 没有一个人在股市当中想要追高 想要杀低的 大家每一个人都希望买在低点 卖在高点 但是当高点来临的时候 往往你是没有知觉的 往往你是不知不觉的 这也正是老师的角色 其实就像魏珍一样了 就像一个蛮有能力的臣子 而且忠心的臣子 苦口婆心的劝告各位 各位各位你听得进去 你就是唐太宗 你怎么听不下去 就随便一个皇帝 好不好 可能没有这么贤民 但是你至少还是皇帝 好不好 感觉上好像我们可以把 那个抱歉收回来了 对 开玩笑的啦 各位有开心就好 幸福 在不同的领域方面来讲 如果在夫妻相处的方面来讲 幸福 可能来自于 体量 互相体量 体贴 互相体贴 如果在对儿女的方面来讲 幸福 可能来自于 零用钱 零用钱给的多 小孩子就觉得很幸福嘛 不是这样嘛 对父母来讲 幸福可能就来自于孝顺 你孝顺 你背部 你背部就觉得幸福 但是在股市当中呢 幸福绝对来自于两个字 专专业 进广告 不许对你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不可自信的故事 但是对他们而言 这已经是人生中 一个想甩 却甩不掉的部分 股市中方向不新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奇迷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 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 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股市中方向不轻 混沌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听 吹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快够好 爸爸 鵝排气蜜窗 专利富了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蜜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另外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说现在是大盘的关键时刻 我让各位看一下大盘的加选指数的走势 各位这是日线 你看日线的话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你看周线的话 你会发觉 本来 可以说是碳囊取物的周线 八连红 在今天很关键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开盘是在9497点 今天的收盘是收在9495点 我放大一点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是一根不到两点的黑K棒 他告诉你什么 我现在要休息 人家就要休息 你还要去炒他吗 你还要去追高吗 再举一档 我觉得在今天蛮具有代表性的股票 今天除全息啊 3006的金豪科 大盘还在创新高哦 9点半不到 啪 打到跌停板 你看到两个因素了 再看到第三个 这个今天没有了啦 这个已经截止了 已经额满了 所以这个今天是没有的 当然你看到智威33根涨停 星象12根涨停 李嘉诚5根涨停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到一个共同点 有啊 老师都很会飙啊 还有呢 有没有越来越少 当然啦 因为智威当初在大盘还在几点 还在八千多点 33根涨停 很好玩啊 当初我们在转星象的时候 还有人在问 老师啊 智威都转这么多了 为什么星象只转12根涨停啊 还有没有像智威33根 甚至超过33根 66根涨停板呢 为什么只转12根涨停板 就要卖掉了 结果到李嘉诚 老师啊 为什么常委 4529的常委 为什么六天赚五根涨停板 就要卖掉了 全国会员见证一下 第一天赚到最后一天 六天五根 老师为什么李嘉诚五根就要卖掉了 全市场好多人开始讲李嘉诚了 开始讲常委 告诉我 是台湾的什么电动车 台湾的Tesla 台湾的生技王了 为什么你又要卖掉了 为什么不能跟谁 跟星象一样 起码也赚12根涨停板 结果又到昨天 很好玩啊 我们的东元宝 2115的六灰 南元宝 4735的豪宅 老师啊 怎么又没有跟李嘉诚一样 五根涨停板 四根涨停板 三根涨停板 为什么你就叫我卖掉了 当你不贪心的时候 我非常贪啊 当你开始很贪心的时候 反而我一点都不贪 我告诉你 有买有卖 真获利 我告诉你 把扎扎实实的真金跟白银 放在你的金库 我告诉你 请你带着满满的现金 跟着我来买底部 最好的股票 高档该提醒你的也告诉你 低档该叫各位赚的也告诉你 各位你认为这样子的方式啊 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适不适合你 真的啊 我觉得其实市场上的投资顾问蛮多的啦 找到一个跟自己契合的分析师 我认为是蛮不错的事情 你要是那种 老师我的十万 我看我十万可以赚一千万 那你可能要看那个 二十根三十根掌停板 然后每天都是掌停板 每天都有掌停板 然后一跌停就不讲的那种 那你可能比较适合那一种 我能够给你的 是扎实的产业分析 是扎实的产业研究 是扎实有埋有麦的幸福 那是我可以给大家的 那也正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各位现在有没有人讲常委 全国会员做见证 这里买进 一基 两基 三基 四基 六天五基 获利出清 这叫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这叫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可以吗? 没错吧? 不管你有怎么样的梦想 太大的可能我就没得到了 你说我十万 老师我一个月要赚到一千万 那我没得到啦 好不好 我这合乎逻辑的梦想嘛 你说老师我现在有三百万 我想要赚一千万 那我觉得这比较合乎逻辑吧 梦想飞行的三部曲 在下个礼拜 已经整理完毕的优质个股 我们会先进行卡位 让各位享受这样子 一步一步一步 扎扎实实的获利 欲目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缘者 必俊渠全缘 金银岛再一次的邀約各位 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 祝各位周末愉快 请收投入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往处一点 我掌握了多亿人的就业市场讯息 找到无限的机会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这只24小时免负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青山推演机平衡 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 阿部社会需要更多的集讯及准备 占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股市中方向不清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亲密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 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惯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冷气外泄全非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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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要不要出去玩 小丸子不行耶 我要照顾爸爸 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 老板又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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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